作词 李宗盛 要让时光从此磅礴 你醒了 丽儿 你醒了 丽儿 要让你洗脸吧 换身衣服 咱们去宫里见母妃 儿臣拜见母妃 年礼 这便是将军府的二小姐 冷离吧 果然姿色出众 丽儿性情甚好 甚好 那就好 日后你们要互相扶持 相亲相爱 谢过母妃 谢过贵妃 宣儿 看来日后 你要在教导礼数方面 多花点心思 是 三王爷 六王爷到 比你人更重要的 是你的心 只有你的心 才可以救雪儿的命 这才是你全部的价值 见过母妃 见过母妃 平身吧 母妃 前段时间 玄儿身体不适 没来看望母妃 甚是思念 今日随我一同前来 这玄儿的身体 现在怎么样了 我前些时日 听说贤儿这心急发作 真是急死母妃了 多谢母妃关心 还爱情好多了 只是还需些日子恢复 还是我们玄儿之书打理 臣儿 这家有贤妻 定要好好扶持 相互关爱 儿臣明白 来人 将皇上赐我的那柄 天山雪莲拿出来 给三王妃补补气血 谢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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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臣儿 这昨日 是你五弟的大婚 不如 今日你以茶代酒 敬敬他们夫妇二人 是 五弟 五弟 王妃 那我就以茶代酒 敬一下二杯 五哥 三哥对你 可真是关爱有加呀 前慢 这怎么受得起 三王爷前几日身体不适 我的毛于婚事 未能前去看我 这杯茶 理当由我和五王爷 敬您才是 大胆 岂是赔罪 怎可用这喝过的半杯茶 敬我三哥 那我倒想问问 既是贺喜 又怎能用这喝过的半杯茶 敬你五个 你这 滚 滚 贱人 疼吗 不疼 你 住啥 母妃 刚刚是明明是冷于故意 把茶水泼到我给你上的 大家都看见了呀 母妃 你要为二神主持公道啊 母妃 六弟的言语是过于鲁莽 但是五王妃 行为实在恶劣 应当严惩 六 六弟 你 你的脸 你这个妖女 谁给有毒呢 你 妖女 快交出解药 母妃 快快下个药 把她捉起来 言行逼顾让她拿出解药啊 贵妃娘娘 方才是六王爷说 我家王爷不认识 三王爷不肯喝三王爷的茶 我想必是六王爷 未喝到三王爷的茶 心里有所不快吧 于是 我便准备将茶 禁于六王爷 可谁曾想 我家王爷不慎摔倒 我一着急 便把茶 泼在了六王爷的脸上 至于六王爷的脸 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可要问问 三王爷吧 此事熟对熟错 大家有目共睹 你不要混淆视听 既是如此 这茶 是贵妃娘娘上的 三王爷你端过来的 若要追究起来 谁都逃不了干系吧 够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薛儿 把你的王妃带回去 好好教教她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尔臣告退 我家王爷心直单纯 任凭别人怎么欺辱打骂 都不会放在心上 别说了 但是她也是王室血脉啊 怎么可以任凭别人欺辱 众位王爷都是至亲兄弟 离当和睦亲近才对 今日一事 我冷离若有过错 在此 向众位赔罪 不过 日后 若有人胆敢欺负我家王爷 就休怪我翻脸无情了 这冷家小姐究竟是何人 竟懂得下毒之处 我做这手法 做这手法 实在太像了 不过来 灭你们救出 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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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傻子不光是傻 还是个任人欺辱的软柿子 若一直这么下去 我这一世 岂不是还要看着赫连辰这个歹人 校有法外 吃一个 我 来 再来一个 够了 好 好啦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王爷王妃 三王府传来口信 两日后 是三王妃的深城 请两位前去赴宴 是 刚才那人是谁啊 她是府上的管家 于途 对了 云璇不只是三王妃 也是当朝宰相云彦卿之女 她的深城自然不能怠慢 恶力 就由我来操办好了 好啊 离人准备再好不过了 长中开花温柔似缠绵 万千柔长对错难分辨 相思 相思如隔夜夜 长相在耳边 西翼如风 缠绕心是乱 望眼欲穿之盘 缘子难归斑 从曾跌跌 对错难分辨 从曾跌跌 几个人